2022年10月2日 月运上品中秋国庆戏曲歌舞晚会 在加拿大安省万锦 Fletcher Markham Theater剧场开幕 此次演出 演员们将中国高水平的传统戏曲和传统文化展现给社区大众 演出团体付出了辛勤汗水 在此次晚会开幕前 洪峰影视设置组应邀到台前幕后采访 亲自与演职人员零距离交流 设置了第一手的视频资料片 现在与观众洪峰影视的粉丝们分享 让观众们欣赏到晚会台前幕后的 一台及戏曲歌舞话剧为一体的晚会及花絮 你这么多话我们已经走 据了解 月运上品中秋国庆戏曲歌舞晚会 以乐剧为主 其中还穿插了京剧 平坦平剧 蒙古舞民族民间舞 话剧 芭蕾 现代舞 演出中观众不断给予掌声和叫好声 主办单位感谢所有台前幕后的演员 舞台工作人员 义工化妆师 造型师们的勤苦付出 正在准备彩排 主要有什么节目今天是吧 我们今天有三个大舞蹈 一个是汉唐的唐印 还有一个是蒙古生命的壮彩 另外一个有婉南的管乡 另外还有几个饭 我们大概准备了几个月的时间吧 坚持训练 就为了今天演出 对呀 就为了呈现一个最美最好的一面 不过我还没有化妆哦 不能 勤怠了勤怠 他要缝了 你还拍吗 做这个头发 几分钟 也要十分钟 看熟练程度 看熟练程度 我们熟练的 就十分钟吧 看熟练程度 所以我们就逐个的坐上去 你这菜菜怎么回来呢 关你把卡子 burn 打开 打开 这菜菜菜 编练程度 打开 菜菜 打开 搬 就好 还能还得换衣服 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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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 啊 啊 嗯 哎 哎 啊 現在舞台後邊是 小小姐們怎麼講那個 一個漂亮的舞劇 追光組 彩排剛完成 這些演員又準備換換衣服 換換那個演出谷 戲劇還正在練習 我們樂劇團呢這次主要就是 承擔一半的戲劇部分的 一個演出的任務 是這樣 我們是以樂劇為主 然後呢就邀請了在多倫多 本地就是 相對來講比較著名的一些 其他劇種的演員 比如說平潭 這個平劇 然後我們還有京劇 所以呢 就是因為這個呢 我們多倫多樂劇團 那是2017年成立的 那是為了就是說 一個呢是我們這些 從小就熱愛戲曲的這些 朋友們我們聚在一起 其次呢主要是為了把 這個中華的傳統的戲劇文化 讓他呢在加拿大這裡 能夠深耕發芽 給海外的這些戲劇朋友們 也能夠在這裡聽到相音 我們這一次所有的戲劇節目呢 是十個 十個呢是有專門的 樂劇的折子戲 也有載歌載舞的戲劇和舞蹈 然後呢我們還有戲歌 所以呢形式是比較豐富的 還有戲劇連唱 我覺得不太豐富的 很豐富的 究竟我都會有 英國堂舞 這個一歌 這個 sextile 鼓舞的氣勢 阿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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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祖国生日快乐 人多能是吗 对 他们对的 哎 这是自己多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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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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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